金山高中餐饮周接近尾声 13号当天学长姐回到学校 为学弟妹们分享大学以及业界的食物经验 而学弟妹们也准备了丰盛的佳肴 还做桌边服务 感谢学长姐过去的照顾 以及老师们多年来的教会 金山高中餐饮周接近尾声 今天邀请到历届餐饮学生的学长姐回到学校 来为学弟妹们分享上大学 以及在业界食物的经验分享 而学弟妹们也准备了一道道丰盛的佳肴 从前菜到甜点 以一位学长姐及老师们上桌 并桌边服务 感谢学长姐过去的照顾 以及老师们多年来的教会 我们邀请餐饮学生所有的校友回娘家来 有第二届 第八届等等好多的校友 包括以前练船条啊 或者是练烘焙 练中餐等等的选手都回来了 我感觉很开心 那老师们看到这些大孩子回来都感动 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那今天刚好是一个很温馨的日子 虽然外面天气很冷 大家心里很温暖 透过餐饮学生特色的一个课程的发表 孩子们对自己的所学都更有成就感 而且校友回来啊 有很多的分享 那孩子们就会学习到更多 知道以后的路可以怎么样去做更好的发展 今天天气寒冷可是却也无法冷却餐饮学生学生的热情 在活动开始之后 学弟妹们先去分享自己在高中三年餐饮学生的心得 还有不少的学弟妹更是在一旁加紧准备 要为学长姐调制的饮料 咖啡雕花 种种的用心也让学长姐有病治如归的感受 为此学长姐也勉励 希望学弟妹们未来能够升学就业都很顺利 很开心可以回到金山高中我们的母校 因为我们毕业其实也已经大概十年了 目前是第十三届 那我们是第二届的学长姐 那很开心可以回到 今天可以回到金山高中 然后跟学弟妹分享一下我们的大学生活啊 我们的大学的时候可能一些交换 交换学生一些经历 或者是有机会到国外去实习 或者是甚至在业界实习的一些 可能遇到的一些美美角角 那以及我们毕业之后进入到职场 在职场上我们在餐饮业 可能有一些餐饮业比较需要的 也许是我们面对第一线 面对顾客的时候 有一些应对的一些诀窍 比如说脸要笑啊 腰要软啊 然后手脚要快啊 眼色要立会 要会看客人的脸色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在职场中 也要懂得调试自己的心情 这样子来跟学弟妹做分享 真的毕业之后 大家就比较忙碌也很少回来 然后学弟妹他们现在课程 就是更多元更丰富 其实真的很开心 然后就觉得 应该再晚生个几年 好像会更棒这样子 就是也是希望可以跟学弟妹分享说 其实餐饮业在这个之后 你进大学或是出社会之后 会有很多辛苦的面 也许不是每一件事都想象的这么完美 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去爱上 这个产业跟努力的地方 对那就算之后 也许大家会有很多生涯规划的选择 也许有不同的路 但是我觉得餐饮业 这一个行业是很好入门的门槛 那也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其实你学到很多经验之后 都可以应用在很多各行各业里面 有在业界上班也有跨领域 在不同业界上班的学长姐 回来分享经验 表示餐饮学程当初带给自己很多 学习对于食物的处理态度 还有对于顾客的服务技巧 种种的食物学习都可以带到未来的求学 以及工作路上 请免学弟妹们努力去吸收并学习经验 未来在业界发光发热 指日可待 请教导品和金山采访报道